自从日本开启全面侵华战争之后 因其在东北亚地区的进一步扩张 致使苏联远东地区战略空间收缩 日苏边境摩擦加剧 基于地缘政治、国际主义道义等多重考虑 苏联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政治基础上 开始加强对华援助 其中苏联当时对华援助的对象 主要是当时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府 援助内容主要包括资金、贷款 以及直接的军事援助 抗战时期 苏联对国民政府的资金援助 以1938年到1939年间的三笔 总数2.5亿美元信用军事性贷款为主 实际使用了约1.7亿 大部分直接用于购置军火 相比之下 西方国家对国民政府的17笔借款 没有一笔为军火借款 尽管这些借款数额很大 但相比能够购买军火 直接用于对日作债的苏联借款 从有效性的角度而言 苏联借款无疑是最为充分的 这一点显得尤为珍贵 与此同时 苏联也通过共产国际 以地下方式秘密 绕过国民政府 对共产党进行资金援助 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 苏联对中共的资金援助 呈现零零散散 断断续续的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 1937年到1942年间 苏联和共产国际 共承诺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 350多万美元 实际收到的只有约一半不到 尽管这对于经济上万分困难的 共产党起到了十分关键的 战时救济作用 但与国民党收到的援助 差得不止一星半点 这样的情况 直到1945年 苏军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 才慢慢发生转变 苏联对华援助和对华政策的转变 不是一蹴而就的 为了维护自身在东北的利益 苏联在支持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 曾数次改变立场 刚开始 1945年8月 抗日战争末期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 为了维护自身在东北的利益 苏联与国民党签订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中国问题上 苏联的远东战略主要有两点 一 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 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 二 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 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动港 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基础上 苏联和国民政府还签订了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 关于大连之协定等协定及附属文件 充分保证了苏联得以恢复沙皇俄国 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 包括铁路港口和军事基地的归属权 实用权和官员任命 为此斯大林也对蒋介石做出了一些让步和保证 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 劝说共产党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领导 但是由于苏美在远东问题上 未能取得协调 美军大举介入华北 有将美国的势力渗透到东北的迹象 引起苏联极度不满 于是改变对华立场 拉近中共的关系 1945年9月 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失败 美国军队开始在华北各港口登陆 并大规模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 苏联对于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 向东北进军 表示出严重关切和不满 不愿意让美国在东北获得一席之地 为了抵制美国的压力 并对国民党起到牵制作用 苏联不仅制止了国民党军队 在东北各港口的登陆 而且表示全力支持中共夺取东北 1945年10月初 苏军向中共建议抽调二三十万军队进入东北 守住东北大门 苏军将向中共军队提供大批军事装备 10月下旬 苏方进一步鼓励共产党东北局 在东北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携杆 速派人接工业中心之城市及工业 并表示共产党可逐渐接收政府 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苏联甚至建议最好将中共中央也迁移到东北 中共则借机要求苏联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苏联同意在撤军前 不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到长春 另外还准备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 通讯器材和运输工具 允许中共军队在国民党军队登陆地区自由行动 苏联与中共合作的结果就是 原本要接管东北的国民党军队 既没能在大连登陆 也未曾在银口或葫芦岛登陆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意识形态相同 但苏联采取对中共支持的方针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的利益 就和出兵东北一样 并不是为了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到了1945年11月 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很快又发生了变化 苏联采取对中共支持的方针 一方面是为了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 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国民党施加压力 在东北接收和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上 中国方面要求先完成东北接收 再签订经济合作协议 而苏联方面的要求恰恰相反 双方争执不下 蒋介石则是软硬兼实 一方面命令国民党政府东北行员撤回关内 以此向苏联施加压力 一方面又在经济谈判中做出一些让步 以此争取苏联的政治回报 苏联果然上钩 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后 又开始限制中共在东北的行动 1945年12月 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已经好转 美苏又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 就中国问题再次形成了一致意见 双方都表示支持统一的 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 至此中共终于彻底意识到 苏联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 只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的利益 中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并且做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 但是到1946年春 东北局势再次反转 中苏在经济合作的范围 官员任命 以及决定签署经济合作协议的时间上 存在较大分歧 苏联为谋求东北的经济利益 多次以不解决经济合作问题 就不撤军来威胁中国 蒋介石则索性表示 只要苏联不撤军 就不讨论会进行经济合作 当美国政府得知 中苏关于经济合作谈判的情况后 联合英国声援国民党被苏联施压 再加上 由于苏联对东北的经济苛刻要求 以及迟迟不肯撤军的情况 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反苏情绪 在这种局面下 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东北势在必行 但斯大林又绝不甘心舍弃苏联在东北的即将得到的经济利益 特别是不能让美国利用苏联撤军后的局面 在东北立足 现在苏联既不能通过军事占领 又无法利用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 限制美国势力向东北的渗透 于是只能再次修改政策 依靠援助和支持中共在东北的发展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比如在沈阳和四平等大城市 苏联采取突然撤退的做法 以便使中共军队可以承虚而入 1946年5月 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以后 苏联与中共关系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 苏军撤退之前 苏联直接凭借百万大军占据东北的军事优势 争夺在远东的战略利益 而中共及其军事力量的存在 不过是斯大林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 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筹码 苏军撤退之后 在苏联对华政策中 唯一能够牵制国民党政府对苏政策 以及美国在华市里发展的因素就是中共 而且随着中共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 这一因素在斯大林心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正是在1945年至1946年间 苏联对于中共和国民党的政策变化 让东北民主联军 也就是后来的东北野战军 获得了对抗国民党军的第一统金 根据苏联方面的记载 苏军交给中共军队的武器数量是极为夸张的 总共有70万支步枪 上万支机枪 37000多门火炮 排击炮和火箭筒 6000多辆坦克 860架飞机 以及2000辆汽车等等 在这之后 苏联还继续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装备 所以依照苏联的说法 他们提供了海量的直接军事援助给中共军队 是解放军能够迅速发展壮大的极其重要因素 当然 对于苏联单方面的说法 中共从来没有承认过 解放战争时期 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 一直是解放军武器装备的来源大户 据不完全统计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的枪支 高达316万支 机枪32万艇 各类炮5万余门 可以说从运输大队长手中缴获的武器 才是中共军队武器装备的最主要来源 是解放军迅速发展壮大的根本因素 苏联对于共产党军队的援助 无论从数量还是作用来看 都不是 也不可能是中共军队在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 苏联充其量只是战争初期的有力补充罢了 当然 无论如何 在共产党军队出入东北时 苏联援助的数十万支武器 确实是东北野战军崛起的第一桶金 虽然这第一桶金 比至后来发展至150万规模的 第四野战军总装备相差很远 甚至只是零头 但是 正如创业时第一桶金最为艰难一样 苏联在1945年给予的支援 确实是东北野战军初期发展的关键 堪称雪中送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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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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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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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感谢观看